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晚安各位 妳們好 聊天是人跟人之間的 互相了解拉近距離 一個很重要的管道 對 到底有哪些地雷話題 在聊天當中是絕對不要碰的 No 歡迎第一位 康康 歡迎康康 你好 好可愛喔 歡迎我的好朋友Mondo 好可愛喔 歡迎李怡欣 歡迎怡師 歡迎 老實說你們算不算 覺得算吧 我應該滿會的 沒話說嘛 因為有人看到學來跟你講話 喝酒之後就很會聊 你特別會 但是基本上你是一個 他是說話語速慢 但反應極快的人 對 對不對 真的 可是有時候會 也是會說錯話 人 我常常在跟人家 人會咬到舌頭呢 因為我們如果不是跟 演藝圈的朋友 他們就很愛問八卦 然後有時候我們一講 就變好像這個八卦是我們講的 然後我太太就會踢我腳 你變散播的那個人 對 就說怎麼辦 所以要小心 這要小心 理性能言善道 這不用說了 對 我今天口出黃言 不 你是舌燦蓮花 是嗎 糊塗 你那胡作八道 也是為了節目效果 陳哥你好會講話 對 我會講話 有一段時間了 好笑 這麼一段時間 對 夢多算會聊天的吧 我真的還滿會 而且以前做過 有點像牛郎 不是 那個酒吧 我講錯了 沒亂講 酒吧 酒吧上班的時候 就是我要看一下 就是那個客人的臉色 對 這個我會 伯徒人嗎 對 那很會聊天 滿會聊 移速聊天比較不熟 我還好 他喔 我也 我跟你講 這個人 他自己會聊天 可是是講話超白目的 我自己說還好 我剛剛自己說還好 你好不好 是不是自己來決定的 是別人來決定的 你真的白目 他比較重的人 他真的白目 你說我的後備 我當然講話比較直接 你真的白目 把他們放在一起 好笑 你但喝酒後比較 更白目 還有 更白目 沒有 小心踩到雷喔 這些話題真的不能聊 這個不能聊 這個 我覺得是 不要隨便還好吧 要問宗教 哪一個宗教 例如說有一次我坐電梯嘛 然後遇到 他們剛好全部都是基督徒 你電梯你也沒有辦法躲 你就被困在裡面 你要從十幾樓開始到一樓 那沒有辦法 你在那邊躲都躲 他說什麼時候要受洗啊這樣 那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嘛 你說我家裡是拿香的 我不方便就好啦 不是 這不是第一次了嘛 他已經好幾次都一直要 給你洗腦嘛 說服你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不要得罪他 那也不要破壞雙方的友誼嘛 對啊 然後我就說 那是鄰居就對了啦 下次我們一起去吃 受洗燒好了 我就用幽默去化解嘛 卡中了 對嘛 諧音哏耶 諧音哏嘛 台灣人在諧音 然後結果有人在旁邊說 這次你踢到 遇到康康 踢到鐵板 那我們可以去吃鐵板燒啊 那我就順著他們在開玩笑 這樣一樓就到了 那我就趕快 下次我們一起去吃飯 我就趕快走了 可是你說真的 以後遇到他們我是 我會躲啊 他這樣解釋 宗教這一塊 可以聊還是不能聊 請舉牌 對啊 你一致通過喔 對 盡量不要開這個畫質 一個宗教 一個就正治啦 對 太過於熱衷的都會早講 妳剛剛說 那個洗澡啊 我去洗傷溫暖啊 那個飯店的 洗傷溫暖的有一台電視 然後那台電視 永遠都是在我們未來 很好啊 那當地的 台南當地的說 康康 這台電視剛才可以看一台而已 我說是不是因為那個熱氣 故障了是不是 就是真氣勢裡面 不是故障 他說如果可以轉台 你會看到很多裸體的人在那邊罵 因為轉台會轉到政治的 會轉到政治的 這個是民進黨的 這是國民黨 那拓光一旁 在那邊吵架 這個政治 我們台灣有這種政治的問題 就是說妳是 妳是哪一個顏色的黨 對 妳是綠的還是藍的 妳是什麼的 對不對 日本會不會這樣 日本完全不會 好奇怪 可是呢 而且我就是剛好我今天 就是講的是這個 要自己Cue自己耶 有這麼巧 日本人熱衷政治嗎 同樣不能聊 在台灣不太難聊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政治的問題 這是台灣是不是 對 日本人對 政治完全沒有興趣 真的啊 那麼冷漠啊 那投票的時候 完全嗎 完全嗎 完全 所以就是我有一次 就真的嚇到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美國的朋友 他突然回來 我說我跟他講說 你怎麼回來 來晚嗎 不是啊 我是來投票的 我說OK OK 好 真的 然後我說OK 我說這是開玩 不是開玩 這麼兇喔 對 我聊聊 真的 你為了投票回來 對啊 當然啊 為什麼不來回來 你們日本人沒有愛國性喔 我說 好 等一下 快點 他很激烈你知道嗎 對 他很激動 對 很激動 因為他就覺得是 我的一票就是台灣的一票 對 可是我說真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剛來台灣 我的中午的沒那麼地強 我說 是啊 厲害 然後他有開始問我說 你是什麼 你是什麼顏色 要嘛 藍色或是綠色 他好像是藍色的樣子 就一直講一直講 這是 我自然講說 我只是很濕 我只是很濕 我都不知道怎麼講啊 然後 然後就是他一直問我說 我們日本人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 你們的現在的總統做得太爛 對不起 現在人總統他是誰的 我不知道 我們日本人真的不知道 尤其是年輕人 真的沒有特別的興趣嘛 就是沒有玩 怎麼會這樣子好奇怪喔 對啊 好特別喔 現在的總統誰啊 阿布寬嗎 阿布寬 阿布寬 但是我也沒有自信 阿布寬是演員 對不起 安布是三個 安倍就是被槍殺 安倍姓山被打了 不開心嗎 被暗殺 如果你們日本人 對 還是不要講這個 不聊這個 那為什麼他會被人家暗殺呢 沒有 當然 有人還是會聊嘛 還是有政治狂熱 就是沒有人在我們台灣 這麼普遍 我們台灣是全島的都在 都很喜歡 夢多尤其你坐計程車 是不能跟計程車司機 聊這個投票 你光聽他才聽的廣播 大家就知道 他是哪一個顏色的了 這也就是他們很熱情的 就是很肯定的 跟我講說 你是日本人吧 應該是你是支持台灣的嘛 就 就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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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直接幫你歸類 對 台灣棒棒 所以投票不能隨便問 是 那就是政治取向的問題 你會投給哪個政黨啊 你會投給哪個候選人 對不對 目前兩個話題都是我 非常非常害怕 別人跟我開啟的 宗教 最早宗教 我婆婆很喜歡跟我安利 就是因為我我有拜拜 但是我沒有我沒有拜拜 所以我剛剛嫁信我老公嫁說 我婆婆瘋狂地跟我安利 拜拜的好處 好像那種 但是你碰到推銷 你可以拒絕他 我婆婆我不能拒絕他 他不是還叫你要跟地基煮喝酒嗎 對 然後我只能順從 政治也是啊 因為我不瞭解 也有人問過我說 喜歡綠色還是藍色 我就忽然這樣 可是我喜歡綠色跟藍色 那不是男生比較偏好的顏色嗎 女生我們大都喜歡粉紅色 是 而且前段時間碰到那個 在投票的時候 然後有個朋友就非常地支持 某 某政黨 對 某市長 某市長 因為他有碰到過 然後有熱情地擁抱過 他就被收服了 瘋狂地想把我拉倒他的陣營 想為他的偶像就是 得到寶貴的一票 但是他跟我推了半天 我剛開始不好的拒絕 後來我就只能實話跟他講 我說我是 我新北市的 我投不了台北市 對 但是你有投票權了現在 有嗎 有 有啦 我太太就是 拿台灣人的護照了 對 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了 再狂熱一點的 他們連你住台北市的哪一區 他問你住哪一區 他就會判定你是哪一個顏色的 是喔 對 未來會有一區是 粉紅色的 就你喜歡的顏色 我喜歡的顏色 你是什麼巴比檔嗎 對 巴比檔 所以可能是粉紅包啊 我覺得還有一個 什麼話題不能聊 前任 對 前任為什麼不能聊 就是跟謝 跟謝任聊到前任 對 打個比方 就是說我跟我老公 談戀愛的時候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老公就帶我去 他一個同學家裡玩 他的那個 很小都認識的一個同學 然後那個同學看到我 第一面講完第一句話說 他是白癡嗎 有的是開玩笑的耶 有人開玩笑的啊 這些話我們都講得 不要錢 有人會開玩笑的 但是我老公 並不覺得很好笑 你第一次看起來 所有的都知道 他本來他就是心虛 因為我的前任學姊 剛好也去了那個同學家裡玩 所以那個同學也認識 前任學姊什麼意思 就是我老公的前任 我的上癮人 怎麼會在同一個局裡面呢 對 就是他 這個你叫前任學姊啊 對 通常我們是說表姊啊 我們都是叫 先進去他的心理 不是家裡 我小學生講這個不太好 他有 小學有在教這個喔 裡面什麼學校 我就沒有聽過先進 本來你要叫表哥也不對啊 學長也不對啊 師兄也不對啊 他是我的先進 這先進很可愛啊 對啦 我的前任學姊 然後 先畢業了 因為我老公的 心門比較開 進進出出了很多人 我是最後這句話 妳快把他講成 謬門啦 那是個謬門啦 心比較大一點 他老公是個活動中心啊 對 住過的人比較多 我是進去之後 把門盯起來了 你知道嗎 因為目前只有我一個人 那他那個同學就 可能有一點沒眼力勁 他覺得我老公不在乎 其實我老公挺忐忑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剛交往 戀親還不是很穩定 因為我還沒有認準 還沒結婚的時候 沒有結婚 我也沒有認準他 說不定下個月 可能就換人了那一種 下個月就換人了 所以他這樣難免會緊張 他這一個比較 如果我已經結婚了之後 都住下來 妳是歷屆最好的 對 所以他很緊張 他想要表現那個 那個詞妻 但是他同學說了這個之後 他又不好意思 制止他 你不要講 那樣好像感覺他有鬼 這樣真的這樣 對 所以他只能 陰著頭平停下去 然後那個同學 沒有得到制止之後 他就起勁了 因為我也挺高興的 也沒有翻臉 我說是嗎 我說我也這麼覺得 因為確實 歷屆最優 這句話在我這 還挺受用的 真的嗎 他就 他就 他講了很多上一任 去他家裡的細節 白痴 白痴 那只能講多細節 就非常事無巨細 比如說他半夜起來 上廁所的那個女生 還在他家客廳玩 那個轉移動 運動 轉移動 什麼之類的 生活細節 對 生活細節的問題 我聽著 我就好像是一個 局外人一樣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沒有參與他的過去 對 然後我老公那個臉 就從這裡掉到了地上了 尷尬了 這件事情 到我們結婚到現在 只要提起那個同學 我老公都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前任該不該聊 這個難耶 可是 你有那麼多前任 你看...就是這樣子 對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真要講這個 我剛到認識的第一天 我們出外景 他就說 你好吃摩托 你好吃巴鈺 聽說你很多女朋友 聽說很厲害 聽說我真的好厲害 不是啊 我外面就很多公眾的演啊 然後你三次那個被拍到 你是說 你其實要扶手 你是不是投資 我有說幾次 你有講 不是 那是他是公開吃的 對 喂 他不是中下 好 坐下... 你看看你平常給人的形象 你看看 公開吃 所以啊 就是要 就是要找朋友 就是招隊人喔 對... 他跟那個同學被把子了 好笑 你不是 那你的前任都可以聊啊 都可以嗎 其實我是抗人啦 真的是 你來台灣幾年了 二十二 二十二年交了有沒有 超過十個女朋友 當然 有吧 當然 好 康英英是不是最正的 等一下 我就知道 為什麼要用這樣 為什麼 你不要欺負我們姓康的 我告訴你 你為什麼要來講話啊 康英是不是最正的 他是不是最正的 他是最正的 我最愛過的 最正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在 你們在一起有沒有 有沒有一年 也不能聊 兩 快兩年吧 快兩年 又不錯啦 謝謝 還不錯 還要結束話題了 你看 康英 就是不能聊 所以不能聊的意思嗎 我知道還是不能聊 不能聊 不要聊好了 不要聊比較好 對 聊全人OK 對不對 我覺得不OK 不OK喔 因為我覺得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心態 可以健康到 去跟另外一個曾經 參與他過去的人比較 對 是 我沒辦法當作局外人一樣 去看這個 跟我有親密 這個是我最親密的人 我的整邊人 然後聊著一個事情 我聊得若無其事的 滿難的 沒有辦法 我說我老公之前也會 不小心說漏了嘴 我剛跟他開始交往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一起去某些地方 然後去買什麼東西吃 然後我吃東西的樣子 他就說 想吃東西的樣子 好像我前任那個 這句話不行 然後我就想說 你 你現在挑戰我的底線嗎 你知道我們就說 這餐廳我很熟 以前我跟女朋友常來 這種 他也有這樣講 也有嗎 你看這種 然後連吃東西的時候也講 後來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講前女友了 不要覺得我做事情 我以前有在路上遇到前女友 帶我太太 我就介紹他們打招呼 然後後來我太太就去找她 喝咖啡聊天 後來你的前女友就被買了 老師很厲害 沒有 就是跟我就不會有 有什麼聯絡 大家一定說了些什麼 可能就在探討 我的身體健康 那好像還好 沒有 你聊就會出事情 就有可能出事情 那你不聊就不會有 出事情的可能 對 我覺得不能聊的是 薪水多少 這很微妙 薪水多少 沒有 因為好像台灣是可以 因為日本是完全不行 這不禮貌嗎 薪水多少 對 沒禮貌 日本的潛規則 那種感覺 我還會講潛規則 好會用 後來我發現台灣是好像可以聊的 然後我最近認識 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然後我們聊到房子的事情 然後他說 房子 對 房子 然後他說現在住新一區 然後他的資金是三萬五 我覺得他 很多耶 對 我覺得他的住的地方很貴 那應該是他的薪水也是比我多吧 然後我是入境隨時 勇敢的問看看 那你的 你的一個月的薪水是多少錢呢 這樣子 然後他就問說 你日本人是不是 不能問薪水嗎 他來教你 對 你真的沒禮貌 你是不是因為藝人賺很多錢 才問我這些吧這樣子 不要看不起一班三班 還好你可以薪水大概七萬八吧 三次跟我講啊 你通 然後你現在 他現在通告費呢 一級大概六千到八千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關起節目一萬二 對 然後來我的節目的時候 你亂講 他就是抱怨說 夢多哥的節目就是 通告費太少還抱怨 對 不能講喔 因為白 對啊 你還輸到白目 你才白目 我不行 你被警察講 不能講 太厲害了耶 請繼續說 我忘記了啦 我要說什麼 我忘記了 你問那個 那個人說 因為你是藝人 所以就開始可以讓人家 問問問問 對 所以我很快就道歉 然後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資金 比我貴很多 所以我才問你 才好奇 對 你的收入夠不夠 酒攤上的經濟話題 夢多戳穿好友摘面目 改天要不要一起喝酒 然後有一個女神說 我不行耶 之前喝酒喝太多到 我胃破洞了 因為我也是跟她說 不可能吧 後來生氣了嘛 因為她就是很喜歡 烤酒精的力量 對 很想把它灌醉 對 看會波動 你腦袋有波動 真的嗎 你的資金比我貴很多 所以我才問你 才好奇 對 你的收入夠不夠 然後他說那是 跟三個是友一起住的 對 他們平均分攤 可能一個人一萬 那合理多了 一萬多 對 那時候決定以後 一定不要問 對 因為本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同工不同酬 這必然的嘛 有人一個小時 實薪一千 有人實薪兩百 你多五倍耶 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說 如果他們不同行業 是可以聊 聊天這件事情是這樣 我們再這樣聊 你不知道誰會說出去 對 真的 我們當下可能沒有關係 我們沒有厲害關係 我了解你了解我 好好玩 好有意思喔 回頭我就跟別人講 他說那個誰怎麼樣怎麼樣 你多倒楣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看個人性格 像我這種財迷 連我爸媽問我賺多少 我都不想讓他們知道耶 為什麼 我爸媽 妳爸媽一定關心 在台灣的狀態啊 對啊 可是我就會有一種 你們想幹嘛 你們想說我撐頭 你不是好人家的孩子嗎你 你們家又沒有那個煩惱 你剛才演太多了吧這個 不是 這真的就有這種 你想幹嘛 你想進入我的財富啊 你想從我這兒偷 得到什麼 你知道嗎 我會有這種 妳是妳嫁來台灣的媳婦 妳會需要每年 給爸媽帶點送點錢 打點錢過去嗎 是嗎 不需要 他們一直給我接濟我 他們在接濟妳 我都一直裝窮 我爸就會心疼 就會多給點零用錢 家裡環境好 可能他們可以打零逼過來嗎 不可能啊 但是他們就是 每次回家 爸爸都會偷塞一點 那個人民幣 放在我的行李箱 我打開之後就 我可以換台幣啊 這種的 就來自於父親愛 女兒誰啊 女兒誰 長輩關心晚輩 我覺得可以 其他的大概都不方便 如果是打探的態度 我覺得就不要講 很怪 這個很怪 黃色笑話 看誰 對 但是因為我們演藝圈 最近有很多這個 有時候你在講的一些 太過敏感的 人家會以為你是真的 例如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次我跟那個玉芳姐 我們那時候主持一個節目 叫大家來說笑 很久以前了 對 都是訪問資深藝人 然後我們每天都在一起 我們感情也很好 有一天她懷孕了 然後那個小朋友 就進來要入獎 都會跟主持人說 今天的來賓有誰啊 然後第一個要講什麼啊 等一下要怎麼樣 對吧 結果那個小朋友可能抽菸 兩個 抽菸 然後講話就有那個 菸味 然後玉芳姐就很敏感嘛 不舒服 她就大肚子 她說 我孕婦 你們還要二手菸給我 吸嗎 這樣對我的胎兒怎麼辦 就很兇 有一點 好像真的生氣 但有點責備了 然後那兩個小朋友 因為真的有抽嘛 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現場就很尷尬 那我就想說 受洗燒 鐵板燒的 這個感覺又來了 我就說 又是這個 諧音梗 玉芳姐 不要生氣嘛 妳自己還不是因為抽 才懷孕的 然後他就臉就垮下來 就被人一直瞪我 然後我就 我會覺得 我好像更尷尬了 真的還這樣 兩個抽菸的人 就是這樣 憋笑 然後就看他們這裡在講 然後我又覺得說 我是太... 講得太白目了這樣 可是你們關係夠 好像可以這樣 還好 是 他是可以 因為那個 我們演藝圈的藝人朋友 其實女生都是可以的 就好像綜藝節目的一個 也不是說 在練習 互損啊 可能在練習一個幽默的反應 對啦 如果你是在辦公室 搞不好有一些 還是一些 很... 你光講這就冒犯到 外面好大聲的 就是說他還沒有 我們好幾個現在很危險了 現在 大家都有點年紀了 剛剛有發出嘿的聲音的人 可能比較保守 他就會覺得說你好像 黑冒犯了 就好像我在酒吧表演 我就會搶很... 很黃的段子 就很直接的 跟電視不一樣 可是有一次我爸爸媽媽來了 我就... 我就... 撐起來 我竟然看到我爸爸媽媽 我的黃段子就講不出來 因為會覺得他是我的長輩 那天大家都覺得 你不好笑對不對 對 然後有一次我就告訴自己說 我是一個專業的表演者 我爸爸媽媽他也是觀眾 我就是說服自己 後來我也是照樣講 我爸爸媽媽也是笑得要命 因為脫口秀 全世界脫口秀 性跟政治是所有脫口秀 一定會... 一定最有效果 最有效果的話 對啦 這個很正常啦 黃色笑話 可獎 不可獎 請舉牌 我自己要取 可獎 還是看警方 我是來片通告片 是一個寫嗎 我來宣傳兒科的 總要有話題嗎 其實跟巴鈺很像 我是一半一半 這個真的是分場合 沒有 分笑話 分場合 分對象 對 因為有的我們女性 確實會覺得有點被冒犯到了 如果在一個很多男性之為 一個女生的場合下 我不知道該 怎麼去應對 笑不出來 感覺好像全部的人針對你 好像挺有意思的 不過好像大家都來看我一個人 對 會有的會讓你稍微 有一點點很... 有點尷尬 對 我不知道該笑還是 該怎麼樣 對 你雖然肉欲 你有沒有聽黃色笑 聽到尷尬過 沒有 你剛剛說我肉欲 好 它是巴鈺啊 肉肉的巴鈺 他如果是自虧的話 我會覺得很好笑 真的好笑 可是他如果是講到 女生怎麼樣 我就會覺得很被冒犯 病情為什麼不能聊 我最近工作上認識一些朋友 然後那時候大家聊天開心 然後我們聊到喝酒的事情 然後就我跟大家說 那我們改天要不要一起喝酒 然後有一個女生說 我不行耶 這樣子笑著講 然後她說 之前喝酒喝太多到我胃破洞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這樣子 她是笑笑的講的 對 笑笑的講 所以我 通常日本人是這種情況的時候 照著她的情緒講 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也是跟她說 不可能吧 喝太多到胃破洞怎麼可能 這樣子 就她說 人家胃破洞哪有好笑 後來生氣了嘛 所以我覺得她生氣了 她不高興了 她不高興 那她自己要提的耶 應該是這樣 我現在 我 我知道了 這個情況 我真的很明顯 好 那一天應該是她就是 你剛剛在通靈嗎 你剛剛在通靈嗎 那一天晚上應該就是 旁邊很多妹 然後就是我猜大概兩個男生 然後就是前面就是 因為她就是很喜歡 靠酒精的力量把妹 對 妳想工作在運 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她 這個女生不喝酒嘛 所以 為什麼妳不喝酒 哪裡 我覺得她的態度是 就會拔不到 沒有 跟文獎聊天才來 李星差點下不了車 你覺得 聊著聊著 我明明就是要去東區 我覺得聊著聊著 她好 讓我去山區了 什麼 好可怕 我覺得她這個女生 她們不喝酒嘛 所以 為什麼妳不喝酒 哪裡 我覺得她的態度是不是 就會拔不到 沒有 她想把她灌醉就對了 不是 真的是工作上 然後拔一天 然後她的心怨事 她還沒破洞 妳然後她有破洞 謝謝 哪有 鳳多啊 妳覺得會不會有一天 她李智憲突然斷掉 然後她就攻擊妳啊 會不會啊 應該不會吧 我直接贏不了妳了 反正她是應該 應該我那時候發現 就是生病的事情 不能當作開胃打對 看什麼病 有一些病可以療 一些病不能療 不是每個病都不能療 但有道理 有一次我看一個朋友 他突然留鬍子嘛 我就說 你留鬍子好帥喔 怎麼不留呢 他說 我爸爸過世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啊 很難猜 不是好意思 要稱讚他 可是他從來不留鬍子 他是因為他爸爸過世 他不能替 對 那所以有時候 很難猜喔 我們也不知道 不是 是出於關心的 講了第一句 斜個頭 不往下走就好了 都還好 台灣人基本上 這個部分還是沒有 那麼小心一點 對 你是出於關心嗎 又不是故意說 呼才不替 好 爸爸走了喔 關心人家說 鬍子也滿好看的 他說爸爸過世了 抱歉 這樣子 很自然 沒事啊 沒事 不要往下走就好了 對 對不對 病情有些病不適合聊 像一些那種 難以啟齒的 像 隱疾 還有 末期的病 對 不希望你聊 因為他一定希望能夠 找快樂的事情 你會講 末期 你末期 那你活不了多久 那你活不了多久咧 那你活不了多久咧 白朱尾 為什麼會說活得多久 你知道嗎 這就不適合聊 有一次我們去安寧病 然後那個就說 等一下你去呢 就不能做兩件事 第一就是不能哭 因為安寧病房他們都 然後第二就是 不能說祝你早日康復 因為不可能康復了 因為不可能康復了 然後我們一進去 育方姐就開始哭了 他馬上就 一直哭... 我是看他哭我也想哭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只要說祝你早日康復 你們犯了兩個大禁 我們兩個都被看出去 你們兩個很不適合 探病啊 對啊 看病 你真的很不適合探病 不然他會忍不住 會笑出來 對 不是啊 那進去那個氣氛 不可能笑得出來了 你就會笑 現在 現在可以跟你講 是看到你想笑 對 第二個話題是 我之前剛 你是說 剛剛 對 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常常會碰到 會有人喜歡 問我說 你覺得哪邊比較好 就這也是正經 這個不好聊 其實作為我來 你讓我怎麼講 一邊是我娘家 一邊是我的婆家 我怎麼去分一個博種出來 而且我記得有一次 是我坐一個計程車 然後司機看到 拍到女生放來之後 都很喜歡去聊 然後他聽到我的口音 可能是大陸的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 哪邊比較好呢 聊而聊著 我從他的語氣中發現 他好像很期望 我說 比我那邊好 死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瓶 是我怎麼能說 我娘 怎麼家 對 我的故鄉不好 你們都故鄉在我眼裡 一定是好的呀 對不對 但是我又坐在他的車上 我明明就是要去東區 我覺得聊一聊就他好 那我去山區了 他的個人情緒 不行 那不就便宜他了 他的個人 照表跳 他的個人情緒 越來越就是激動了 對 我就會害怕 因為我畢竟是 我跟顧老師 應該很多日本人都有 也是嗎 日本人也常常被問 我也常常被問 對 這些話題我都是假裝聽不懂 所以我是沒問題 應該常常被問 那你現在哪一邊比較好 我跟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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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不對 我跟顧老師 裝傻耶 我跟顧老師 你日本人容易裝傻 他沒辦法裝傻 對啦 所以時間久了 我就變成一個端水大師 什麼意思 就我很會去就是 平衡 走平衡啦 對 兩邊都很 做平衡啦 有些人真的想了解啊 可以不做結論 可以點對點的分析 各有各的好 沒辦法在那邊住個一年半載的 那你可以啊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兩邊的差別在哪兒 對 我覺得都 我都講優點 我覺得都有好處 對 對啊 就各有各的好 各有各的好 你很難去 一定說這個好或那個好的 我覺得這種問題 就不要問人家 很容易造成別人的困擾 其實你如果出國去玩 去旅遊 然後生病了 還是遇到什麼問題 你就會知道說 你就知道台灣有多好 對 對 家庭關係被亂改 康康卻是建議這一點 我跟我太太 然後我岳母從大陸來 三個就去吃飯了 吃拉麵嘛 她說 叔叔 阿姨 湯頭怎麼樣 你女兒喜歡嗎 我心裡尷尬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怎麼樣 我尷尬的是 我是康康 其實你如果出國去玩 去旅遊 然後生病了 還是遇到什麼問題 你就會知道說 你就知道台灣有多好 對 其實我的孩子也因為出國 出國的年紀很小 然後去過的地方多 參觀比較之後就發現 台灣太方便了 太便利了 自然好 到處都有西藥房 台灣太方便了 健保制度 我們台灣的方便 一點都不輸日本 真的 很棒 便利商店也很多 對 我們完全都不輸日本 健保制度 不說哪邊好 是說什麼好 對 因為都有好的點 對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很瑰麗的山水 那些風貌 那個有些 你可取代的 不要講不好的就好了 都講好的 都講好的啊 他分享之前我想到一個 有人開了一個 讓我超尷尬的話題 誰誰 大概兩年 一年半 兩年前吧 反正我們就是出去玩 等於是長輩朋友 但沒有到太熟的 然後長輩朋友 他很晚才認識我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我的 爸爸媽媽長什麼樣子 反正是我帶我爸 跟我繼母 一起出去玩 要慶祝我爸爸的生日這樣子 然後這個長輩的朋友呢 就看得到我跟我的繼母 然後他就說 哇 然後他講得眉飛色舞的 然後我當時 以前尷尬 我發現我繼母也很尷尬 但我們兩個的默契 明明不是親生的 對 我們兩個默契 都是都笑笑的 我說媽咪很漂亮啊 然後 媽咪也說 對 對 他這是我的好女兒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淡化了這件事情 但當下超級尷尬的 結果就是大概過了幾個月 又跟這個長輩 一起吃飯的時候 他就滿臉 不好意思的 說對不起 對不起 我沒有去搜尋 你的那個資料 我才知道 媽媽已經不在了 然後那個是你的繼母 我說真的很抱歉 我說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放在心上 但我覺得我們真的不要輕易去提 人家跟你覺得他的爸爸或媽媽 長得像 而且現在離婚率很高 這應該是少數的個案 我們現代人聊天很少說 人家父母 爸媽跟孩子像不像或什麼的 比較少聊這個 我們去美國作秀啊 那吃完飯我去上廁所 我太太去買單 那個老闆就說 哎呀 你爸爸仍好好 都沒有明星的價值 那時候我剛跟我老婆剛結婚 我們差18歲 我不會覺得尷尬 我覺得自己還滿厲害的 可以拔到這麼年輕的老婆 我心裡是這麼想 心態很念正向 對 有時候我跟我太太 然後我岳母從大陸來 反而覺得你們倆是原配 然後我們兩個呢 三個就去吃飯了 吃拉麵 然後那個 你們兩個的女兒好漂亮 對 她說 叔叔 阿姨 湯頭怎麼樣 你女兒還喜歡嗎 亂地獄 亂地獄人家的關係 我心裡在想 我心裡尷尬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怎麼樣 我尷尬的是 我是康康 我有那麼不紅嗎 你台灣 你說在美國 她不知道就好 你在台灣 你怎麼知道 康康怎麼會娶她岳母 生了台灣老婆 怎麼會有這樣子 就很尷尬啊 然後我回去又跟我兒子 講我兒子什麼 現在我們全家一起去 好可愛的家 對不對 幽默嘛 沒有關係 不能亂先定義人家的關係 這樣真的很尷尬 我覺得我岳母比我更尷尬嘛 你怎麼搞不好岳母很開心啊 岳母搞不好說 你懂什麼意思嗎 我岳母還在啦 亂講 那我跟我老公也差十六歲 對嘛 對 但是妳老公小生 他是比較的 但是妳老公也是 保養得滿逆鈴的啊 對 沈士朋跟他的比 你別鬧啊 怎麼他長得多著急啊 你別鬧好不好 但是我老公心態是跟你一樣的 對 他們就會覺得 找得差十六歲的 就是一定 那我這麼問好了 妳老公跟你媽媽長得 在那球盆登隊啊 沒有 那倒沒有 那倒沒有 我看起來你 我是 因為我跟我岳母的年紀 比較相同 比較接近嘛 是吧 很尷尬 沒辦法 來 好 來 身體 好像是 最愛你的話題耶 你不是很會評論人家身材耶 這不是你最愛的話題嗎 對 沒錯 可是呢 常常惹人家生氣 這個要看人啊 你看到你們台灣人 就是有點像摳頭腸 你是不是最近變胖 你變瘦了耶 變胖 就是很容易講這個東西嘛 對啊 其實在日本真的很不行 日本不行啊 不行 就是很多人 比如說對 而且是對你說 你是不是最近有變胖一點點 比較弱一點 不行喔 就搞不好就是會被鋼的耶 那我剛剛一見到你就說 你上半身好像要炸裂了耶 這個可以 這樣可以 賺的意思嘛就可以了 對 所以是 對女生不太難評論身材 可是我有一次很奇怪 我以前是教達拳嘛 然後一個女生 她是去美國回來 然後那時候本來是身材很好喔 然後她的個性那種的很開朗的 開朗 什麼重要 那種的 就非常開朗 是開朗嗎 是開朗 有一點ㄎㄧㄤ 對 有一點ㄎㄧㄤ 可以說ㄎㄧㄤ 然後就聊一聊啊 然後就是我有就是 她說那個最近怎麼樣啊 我說很好喔 我是就是盛著她的口氣說 你是不是最近就是變胖一點點 在美國是不是吃得太好 就這樣 她說 這麼人 他有這麼浮誇 Oh no 各位 就開始哭了 我確定那個人是妳的朋友 我確定 只有神經病 會跟神經病在一起 這沒什麼問題吧 是不是很合理 怎麼會 哭屁啊 對嘛 我說 我怎麼了 對 但我又變胖 可是這個就叫做 Hormone crash 女性Hormone 對 就是有點壞掉 那個瘋失調 對 有點像什麼多囊性的什麼 多囊性的什麼 我聽到這樣生病 我就超尷尬你知道嗎 我不應該講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生病嘛 我想說我怎麼那麼白目 我感覺比醫術還白目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緊張 醫術評價很低 但是就是我一直安慰他嘛 然後都說 那你為什麼就是 帶這個病 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你變胖 因為我失戀 然後呢 因為失戀的時候 你看我什麼都沒吃 今天 白天 完全不吃飯 說不吃飯 然後我想說 不吃飯變得那麼胖 應該真的是生病 所以我是每天晚上 喝兩支威士忌 配炸雞 但老會趴 兩支威士忌配炸雞喔 對 熱量超高耶 兩支耶 兩支威士忌很高 可是他覺得這個重熱量 是可以車群的 因為那個酒的熱量叫做 empty calorie 沒有內容的熱量 可是一樣是熱量啊 對啊 所以胖啊 是熱量 對 然後他剛剛我講一句話 害媽我說 因為教練以前看我講說 威士忌不會胖 因為威士忌沒有糖分嘛 所以比較起來好一點 可是酒的熱量 1CC的酒的熱量 7卡都一樣啊 一樣的熱量 所以喝他現在會胖 然後一直開始罵我 因為你這樣子 我很傷心 就開始喝了 又喝了 所以我後來結論是 他不是Hormone Crush 他只是失戀 就是失戀 失戀難過 可是這個東西真的很敏感 就是千萬不要親吻 康康被兒子趕出門 竟把綜藝大哥拖下水 來 你怎麼會 我不要爸爸媽媽到學校 來這種歌 因為我兒子幼稚園的時候 我去他們學校 他就把我趕回來 他會不好意思 後來因為他隔壁班 有一個人叫 他爸爸從來都沒去過學校 許甘那不是許孝順嗎 對啊 這樣子的條件 只力去一次 許孝順一次的後來 這樣講好嗎 可是這個東西真的很敏感 就是千萬不要接問 評論一個人的身材 來 可不可以聊這個話題 請一舉牌 一半有三位 總理有 妳覺得不能 我們如果私底下不要聊 但是做節目效果有時候會 可是你們台灣人最愛講這個 剛剛我們家的杜莉 每天講說 你杜莉好胖耶 好胖 他現在還好吧 他瘦下來可是還是胖 身材這個 不能聊不好 對 你可以讚美他很好 很瘦或很高大或怎麼樣 但是其他反面的都不要講 可是有時候說一個人瘦很多 他可能是因為生病喔 這也要拿你來講 你可以稱讚人家說 你胸部很大 要這樣嗎 可以這樣講嗎 所以會一見面就說 你今天胸部好大喔 你是稱讚啊 但是不好吧 大概 好 我現在終於看到了總結 大概 這一話題能不能聊的關鍵 是你跟那個人夠不夠熟 對 夠熟什麼都能聊 不夠熟你搞清楚一點再聊 對 對吧 對 那否則聽到不對的話題 他就昏倒了 你知道嗎 誰要昏倒了 艾摩斯也有昏倒 艾摩斯啊 來 來 有新的 康堂書專輯啦 康哥 謝謝 好好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他的兒歌狂想曲 你知道多可愛嗎 他上面有他的那個彩色的畫圖筆 然後呢 他把這一幅畫 可愛的這幅畫做成了拼圖 讓小朋友可以拼圖 這是拼圖 然後可以畫著色 裡面的歌詞本可以繪畫圖顏色 可以上色 因為我有一首歌叫 愛拼圖才會贏嘛 愛拼才會贏 愛拼圖才會贏 因為小朋友喜歡拼圖嘛 你怎麼會 我不要爸爸媽媽到學校來這種歌 因為我兒子幼稚園的時候 我去他們學校 他就把我趕回來 他說他同學都說 你爸爸很好笑 你爸爸長得很好笑怎樣 他覺得好像在批評我 那事實上是因為 同學有看節目嘛 覺得我們很好玩的 他小孩子他不懂 他就會說 感覺這樣子 你阿公來了 也會有這樣子嘛 他會不好意思 然後後來因為他隔壁班 有一個人叫許甘丹 他爸爸從來都沒去過學校 許甘丹不是 許甘丹不是許甘丹嗎 對啊 因為許甘丹比我老嘛 比我好笑 比我還醜 比我還胖 這樣講好嗎 我這樣子的條件只能去一次 真的啦 許甘丹 長相的話題不能聊 對 因為我們自嘲嘛 自嘲 你這是一個從孩子的照片 對 每次我去上那個Punk的節目 他就把順哥叫來 然後三個站在一起 讓現場觀眾 我們沒有口罵 觀眾問說 他們自己說 我誰的什麼人看得到 什麼人講這個 誰 選擇困難耶 沒有啦 就是搞笑啦 幽默感 唱一首歌給大家聽一下 今天唱這個歌是 都是自己的創作 對 我這個歌是我跟我女兒唱的 等一下你會聽到一個同音 是我女兒五歲 四歲的時候跟我錄的 四歲 然後現在她五歲嘛 對 按摩師昏倒了 對 因為那個小青蛙去按脖子 按摩師說按摩脖子不用錢 她就去跟 來 按摩脖子不用錢 床子都混得太長了 好可愛 這個歌詞是 好好笑 大概是這樣 來 一起來聽好可愛的歌詞 來 歡迎 謝謝 來 感謝 謝謝 來 感謝 來 感謝 妳的女兒四歲 就是去年 妳這歌去年就寫好了 兩年前就寫好 一直在等他長大顆 因為他沒辦法看歌詞嘛 然後也唱得不清楚 這是最清楚的一次 那我覺得已經OK了 還是要留一些童真 妳這個想像力怎麼來了 小青蛙 眉睫或什麼 我兒子跟我講的笑話 好可愛喔 謝謝 這樣子的一個 童趣的兒歌狂想曲 康康的這個特別特別的 創意和想法 都在這張專輯裡面 好 給拉近你跟孩子之間 新的兒歌的感受 OK 好 謝謝 謝謝 康康康哥 謝謝 聊天 怎麼聊好重要 是 聊天的良好技巧 對於人際關係的建立和維繫 至關重要 讓我們珍惜每一次 交流聊天的機會 用心去溝通 用情去回應 好 祝福大家 祝福 女王大人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拜拜 謝謝康康 謝謝康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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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女王大人 本節目特別感謝克補 在忙也有好奇色